好 这一次主要要测试了缩放的结果 缩放的结果一般来讲我们直接这样看 可能没有办法看那么清楚 因为我的荧幕有1920x1080 那如果你荧幕没有这么大 尤其宽度没有这么宽的话 可能即使放了全荧幕它还是很小 所以特别是我要到学校以后 学校的荧幕没那么大 那么我要今天录下来做个测试 首先是一般的放大 我来看一下一般的放大 好 一般的放大 这样可以看得清楚吗 档案编辑 那我可以再放大 这样理论上应该看得到 不过一般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这是第一个测试 第二个是它可以放大一倍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操作 按编辑 然后再置等等 那结束的时候 取消的时候 那第三个就是 不放大直接开始画线 这个我猜大概就看不见了 这个主要是用来说明 我们要说的是画面哪一个区域 比如说在这里是管理员面板 这边是上方的各项功能 这边是管理员面板 那这个白宝箱 平常大家是放在这里 不过它是可以移过来的 因为我买的荧幕很宽 我的作业区域很大 所以我把这个白宝箱 移到这里来 好 以上测试完毕 拜拜 拜拜